你也是末后 阿们 相信以赛亚书的话 阿们 也是激励我们在座的每一位 阿们 你一生 阿们 我认定你是主 阿们 你是审判我们的主 阿们 是我们的王 阿们 你也必拯救我们 阿们 拯救到底 阿们 谢谢主 阿们 所以像以赛亚书的前面这一段 就说出一个很重要的点 就是说 神要来解雇 我们这个人 所有的情景都要解雇 最后就是基督要来取代 阿们 阿们 这也就是我们今天要来经历的 也许我们常常 刚刚姊妹有讲的 我们这个最难胜过的 就是我们的脾气 那 这个主要来解雇我这个人 我们这个人很想要不要发脾气 但是你会发现 你越在教会你腐尺越久了 这个脾气就越大 越腐尺还好 你腐尺这个怪 那个又动作很慢 那个又慢吞吞 然后就发现你自己的小孩 已经好不容易熬熬出头到长大 又重新又要在服事 隔的时候是讲的 反而是书一帅 不聚会了 整天小孩聚会就是这几个人 有把我整个耗尽 你可以在我们的里面 如果我们说阿娃阿忍耐 你可以忍耐多久啊 到后来你说主啊 如果没有你啊 不是 连聚会啊 走在这个 在教会中 都会有点感觉 有点觉得不理哪天 看到这个啊 本来可能没有记忆看到 其实就来了 就是说主啊 你要被解雇 阿们 你要从你啊 这个想要做好的事情上 要被解雇 阿们 只有基督和他人 所以基督和他的施加 阿们 是教会拦住一切的解答 阿们 但是我们讲的很容易 但是也有没有经历呢 我想我们都需要在这里经历 为了 为了主的解雇的过程 但是他不是说解雇了 你就 整个人就没有了 他还要在你里面 然后再来 你还是要同着他 他还是在你里面 他是主 但是你还是要受他的差遣 阿们 所以这里就说出一件事情 你被解雇了以后 你就要下好座 让你基督在你里面的好座 阿们 所以刚才这一篇 最后的33章22节说 因为耶和华是审判我们的 耶和华是给我们设立 设立律法的耶和华是武者王 他必拯救我们 我这样做一点见证 就是 曾经有一个师母 我去看他 看望他的时候 他那天 刚好就把我们打开 他说你怎么照不来看 我说我本来要来看你儿子的 那他说你知道我三天前 我就家里把丈夫去出差了 儿子去读书了 这些家里全部都没有人 好 那我一个人 又中风 忽然间那高血压 整个人就躺在床上 都不能动了 我那个时候 你知道我什么样的奇心呢 他说我那个时候就跟主买意 他说我服侍你那么多年 结果我现在绕着这个下场 这个家里竟然照顾也不在 儿子也不在 那我全身也不能动 他说他那个时候 他全身手啊 脚啊 头都不能动 就躺在床上 想喝水也不能喝 他说我啊 我怎么会这样可怜 后来他就这样子的时候 就说你观看我 观看我好不好 他说我观看你说 你要看看我 你就会觉得你 你是已经算很幸福了 他说为什么 他说你看 他说你现在是不是头很痛 他说对我头好痛啊 痛得不得了 他说但是你是躺在床上 我那时候我是在客西马里面 我是在各各踏山的时候 我是在了机器的外面 三根钉子把我吊起来 我的头啊是悬在这里 那你还躺在枕头上 那你还有一些人说呢 他说对啊 他说主啊我现在踏了头疼吗 真的太舒服了 不然就睡着了 接着他醒来以后 他就脖子可以动了 那他两只手打开 就收不回来还是僵硬的 他就说主啊你看我头可以动 那我身体不能起来喝水 我一定一天都没喝水 后来主说你再看看 你是两只手 就躺在床上这样泡的 我是吊着的 我是吊着的呢 好 还有人在下面笑我咧 那个血是一滴一滴的流下来的 你是怎么感觉 他又睡着了 然后第三次他又起来 他两个脚跌在那里 定在那里 他又在下来 你说你再看看我 他又再看看 他又再睡着 就睡了三根三天 第三天我去敲门 他就把这个见证给我讲 我人起来替你开门 就是我经历基督的死了 所以如果是这样子 他的脾气有没有 他脾气已经被主取代了 要享受基督的丰富 就是你一直看主 所以我愿意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 我们服侍主 我们要常常看主 你如果常常看主 你就会经历主 的确他的苦难 会取代我们 对 你愿意说 我们要来基地基督 会取代他 对 在这一刻 要来的熟期的时候 我们可以有更多的看望 更多的福音的行动 你不管在什么样的奇迹下 当你燃受的时候 你宽看基督 基督就要拯救你 对 他的死就会取代我 他的生命的话也会取代我们 阿们 我相信 这样的经历 就是我们要常常的观看 阿们 阿们 主啊 是那一位 我们的话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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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们